静静也听你们互夸 就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因为 群星应该是爱姐的经纪人 那后来怎么就那么新人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 就发现这个人有一个 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挺稀缺 特别是年轻人 很稀缺的一个品质 叫做靠谱 靠谱 刚刚进行的时候 他懂得并不多 因为他以前不是干 就是经纪人这个工作的 他在别的行业里面 完全两个行业 对 但是你就会觉得 他做事情很靠谱 他对事情很有交代 他不仅对 就对方有交代 对你也很有交代 然后事情仅仅有条 那30左右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不见得 有这样的品质 没有那么懂这个行业 没关系 但是有这样的品质 一定会越来越好 所以他也越来越做的 越来越上手 然后我们俩的合作 就越来越轻雲不见 那自然就水到渠成 好的 我明白这个爱情故事了